成龙不敢碰他,甄子丹也搂不到腰,却被这个人直接抱住亲上了。 要是说起娱乐圈中不靠炒作,一出道就是各种大牌为其助演的女明星,那就只有景田了。 景田可谓是娱乐圈的一朵奇葩,是神秘的代名词,让网友大开脑洞,猜测景田的背景。 而且对于景田来说,她有助出众的外表,要脸蛋有脸蛋,要身材有身材,但是千年老二,就是红不了。 她大意识就跟赵薇、刘烨合作一个女人的史诗,后来更是进军美国好莱坞发展,拍了不少大片。 景田开挂的人生一直让吃瓜群众津津乐道,让人想不透的是,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,演技不高,人又不红,为何能在短时间内频频获得优质资源?至今还是个谜。 在和成龙合作的警察故事2013,成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,这部戏是为了景田拍的。 两人在出席活动的时候,成龙更是一改之前对女明星的态度,不仅给景田亲自放靠枕,就连手都不敢放在景田肩膀上。 真子丹和景田一同站台的时候,真子丹想要搂景田的腰,但是被景田躲开,当时众目睽睽之下,场面很是尴尬。 然而由景田主演的大唐荣耀,在为该剧做宣传的时候,景田和任嘉伦亲密互动,现场被粉丝们要求现场热吻,任嘉伦竟真的大胆抱住景田就亲了起来。 当天景田穿着一身白色的露肩裙,肤白貌美,实在是太漂亮了,任嘉伦深情款款的捧住景田的脸慢慢靠近,他们都好害羞的样子。